最新消息 禽流感疫情连翻压也受到了波及 榆林县的两间养鸭厂 纵检之后确认感染禽流感H5N2 其中有一家这个饲养一万多只的土翻压 未来都会依规定扑杀 至于在苗栗新增的一家土机场 经验结果要到晚间才会出炉 根据农委会防检局最新公布的禽流感进度 目前九大县市全部沦陷 确诊的场数新增到142场 到目前为止已经扑杀超过53万多只的鸡鸭额